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香腸派對》,我是納斯 今晚的是香腸派對的經典牌超新星多人模式 但是我單牌打多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最近我發現 比如說像我第一天我把牌位打到傳說7000名 根據我以往的經驗 就是我喜歡卡在傳說比較尾端啦 我不喜歡打到太前面很累很花時間 根據我的經驗7000名大概可以 兩到三天不打牌位應該差不多還掉到8800多名 但是呢有一次呢 我在拍這個香腸派對 欸!我想說怎麼回事 我昨天不是才打到7000多名嗎? 我今天怎麼掉出傳說回巔峰了 然後後來我又嘗試打了一兩天 然後我一樣就是打到7000多名喔 隔天掉回9000多名 那我想說不可能 就算玩家再多應該不會那麼快吧?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就是有觀眾跟我講說 欸!這個有人去超新星單牌多人 然後他又說什麼 那個超新星多人都是AI 然後我原本還沒想那麼多 我想說喔 AI那我不想刷AI 我就不去打多人 後來我才意識到 喔!原來如此 這樣子會變成說你在多人的時候 因為都是AI的話 那你分數就很好加 那你就可以直接很快的 就是你不一定要有實力 你就是直接分數 就直接打AI上去了 就很好加 超級好加 直接變刷分的排位賽了 就根本沒有難度了 所以後來我就實際來這一場 這樣的話你們剛剛開場應該會看到那個 呃...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優選香腸是兩個傳說級的玩家嘛 對不對?應該是吧 那其實我這場是玩多人模式 但是我是單排進去的 那你會發現單排進去 然後多人模式 為什麼他的隊伍多人只有兩個人 對不對?他們也是 應該也是來刷分的我猜啦 對然後我們這邊就把這個真人給擊殺掉 剛剛偷襲擊殺一個人 然後另外這個人呢 還在跟他對槍 那我們先講我們對戰的部分好了 先不講那個刷分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打的時候我認真講解 然後我們這集影片一樣是後製配音的啦 對對對私底下路 那這個人呢 他在房子裡不出來 我也不想進去跟他打 因為... 我覺得我進去跟他打會有點危險 我到現在還沒有身份卡大家有沒有發現 對 我不知道他什麼身份卡 不確定 不確定 那這邊他跳出來又... 又跳進去了 閃眼 然後這邊三倍鏡拿到 趕快瞬間裝一個三倍鏡 我目前還有一個傳送膠囊 所以他跳出來我還有一點點的機會可以... 傳送出去 不...傳送到天空啦 好啦這邊有...到底要不要出來 他感覺走來走去 再僵持不定 喔他出來了 那這邊就打 結果發現他是飛機身份卡 我馬上跑 然後順便拉傳送膠囊 這邊有點卡住 卡在這個門口 拉一個傳送膠囊 進行一波空降 只打到兩槍吧 然後他又射擊我 然後他飛機身份卡好像剛好沒了 我這邊趁機空降 但是他又拉到我們傳送膠囊裡面 然後我這邊裝個子彈 之後再直接跑上去 飛 發現他離這邊的位置比較遠一點 然後我直接空降跟他對槍 他也空降跟我對槍 所以我就直接把他給擊殺掉 然後我們就收掉了這整場的 唯一兩個真人 對剩下都是AI就不多說了 對 好那我們再來回來講一下這個刷分的部分 我就測了一下 我發現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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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呢 比如說我打經典採用島 或者是我打經典單人的超新星好了 我真的要打很多的時間 我才有辦法打到七千多名 就算每一場吃雞啦 那我們算一場二十分鐘嘛 那一場加 比如說我們一場五殺好了 加十五分好了 通常來講應該要打到三場 三場左右的分數差不多會從九千多名 到七千名左右左右 不一定看每個賽季大家玩得怎麼樣 對 因為他是排名的部分 不是分數的部分 那 所以差不多是四十五分左右 那你如果中間沒有吃雞 或者是你殺 比如說你這場只有殺三個人 就算你吃雞了 你的分數也是加不到十五分嘛 那這樣的話你就要再多打幾場才能到七千多名 大概是這樣 那我打了這個超新星 單排多人 之後呢 我發現 我差不多 呃 對啊也是差不多三場 對三場差不多 就可以七千多名 對 就是只要有吃雞 沒有吃雞可能要四到五場左右 所以就變成說 比之前打採用到更簡單 因為採用到一場二十分鐘 你想喔 那我們 我們算時間 我們剛剛說三場吃雞 差不多七千多名 假設我們要總九千名 打到七千多名 好啦 好 那我們一場二十分鐘的採用到 打三場是一個小時 那我們的超新星 一場大概差不多十五分鐘左右 最久 我們都是算最久 一個最久是二十分鐘 一個最久是十五分鐘 然後這AI不知道是出bug 還是怎麼樣 我明明對準他了 但是照理來講應該打 不可能打不到才對 你們可以看一下畫面 就是bug有點嚴重 然後呢 那我們 你看你看我還是沒有很準 我們 超新星一場十五分鐘 如果我們打三場齁 三五十五三一三 四十五分鐘 等於說我們就少了十五分鐘的時間 對我們就節省出十五分鐘的時間 可以再打一場超新星了 然後你看我這邊又打了 打不中 打後面這個反而打得中 然後他們兩個好像堆疊在一起的樣子 然後這邊很近才打得中 我不知道是隔了什麼東西 對 所以說我足足省出來十五分鐘 真的很扯 然後 而且就是 你其實 就算你都不吃雞 超新星好了 我跟你們講 超新星呢 我在測的時候是 他每次進去 只會有 兩隊的人 就一隊比如說就是你 然後另外一隊就是真人敵人 剩下的人 都是AI 都是AI 你要打那一隊的人 那假設好了 你打不過那一隊的人 那你一定都忙 一定是第二名 你只要不要被毒死就好 應該也不會有人被AI打死 很難啊 對很難 那你刷AI的同時 你搞不好的分數呢 搞不好還可以跟之前採用到 比如說你殺五殺機 加十五分 還要高喔 比如說你殺了七個AI 或者是你殺了 三個AI 兩個真人 然後另外兩個真人 你打不過嘛 假設那你也還可以加十五分 你第二名 可能還可以加十五分 啊沒有沒有沒有 第二名好像加七分吧 好啦那假設你殺了八個AI好了 那你也可以加到十五分 跟第一名的分數吃雞 然後加五殺的分數 一樣 真的很扯 那 呃我聽說已經有 玩家去回報 官方有這個問題啊 我自己也有回報給官方 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有沒有修正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他修正了沒 對因為我在 呃後製 因為我是比較早拍這部影片啦 那我後製配音可能隔了兩三天這樣 那我現在後製配音的這個時間呢 我看我的排位是掉比較慢了 花了兩天時間才從七千多名掉到快九千名 這個算稍微比較正常一點 對 稍微比較正常一點 那如果照這樣 如果以前的排位是那個 像現在超新星一樣的話 我之前曾經 手動打到四千名啦 就是那時候打比較多場 就是我平常其實打很少 我就是維持差不多七千名左右 我就不會再打了 那有時候是八千名左右 所以你們會看到我的排位 永遠都不會超過 永遠都不會到可能 兩三千名吧 除了賽季剛開始 那是因為我真的很懶得打 我真的沒有像大家 那麼多時間整天打這個排位 我還要剪片拍片還有其他事情要做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去打到很前面 沒有那個時間啦 對 泡在這邊 我也沒剪片師 影片全部都我自己來 對 像有些全字幕的頻道啊 或者是什麼 有特效的頻道 他們其實是有請剪片師的 所以說 他們時間就可以省下來 啊我自己是沒有啦 對 所以就比較忙一點 那 我最多就打到四千名吧 然後就後來就 喔四千名好爽 然後就覺得 哇我可以兩個禮拜 一兩個禮拜不打 香腸了 然後分數才會掉到八九千名 超爽的 對 那這一次打到七千多名 然後突然掉到 掉出傳說我真的嚇死了 我真的嚇到 我原本想說 欸香腸派對是怎樣 變一堆玩家 開始玩了是不是 這一波什麼 說要那個 那個叫什麼 超人力霸王 然後結果全世界的玩家 都突然湧進了 香腸派對 這種感覺你知道嗎 結果沒有 原來是大家 有那個問題 有出bug 然後用bug來刷分 真的很好笑 然後現在場上 只剩下最後一個人 那 大家可以猜一猜 最後一個人到底是不是AI 對你們可以猜一下 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之類的 或心裡猜一下 那這一圈還這麼大喔 那我目前已經殺六個了嘛 兩個真人 四個AI 那我們這樣的情況下 萬一我們吃雞就加十六分 對 就加十六分了 呵呵呵 那我們沒有吃雞呢 好沒有吃雞呢 可能七加六 二六十六 十三 還有十三分喔 還有十三分喔 等於說是你吃雞一場 殺三個人的分數喔 呵呵 賺不賺 超賺 穩賺不賠欸 你就算第二名你還是加分欸 除非你落地成河 你剛好落地的時候遇到真人 你就直接死 那你是扣分 但你只要跳偏僻一點的地方 欸基本完 不是基本 是百分之一百多加分 好現在最後一個敵人超 我這邊奔過來了 那可想而知非常明顯 對他就是AI 怎麼正常呢 只殺了兩個真人 呃然後 五個AI 這樣子 就這樣 呵呵 是不是有點誇張 我是覺得有點誇張 這個bug 有點嚴重啊 希望官方可以早日把它修好 這個問題真的有點大 呃 不只影響到一般玩家 也影響到我 這樣我每天都要熬夜 一直打香腸 打打打打打打 打到都不用睡覺欸 真的不用睡覺欸 真的是在跟人家拼時間的 你知道嗎 完全 像以前的話 可能 呃 時間佔大多數 但是還是會靠實力去 就是你如果實力不足 你花的時間會更多 嘛 但你現在就是花時間 你時間只要多 你的分數就加很快 我還有看過那種 真的戰績很慘 然後可能傳說 四五千名的那種 都有欸 超誇張的 好啦那我們這集影片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留下喜歡 訂閱小鈴鐺 小鈴鐺 可以通知 評論三流點發片 下次早上十一點 記得每天搜尋你老師 找到我的頻道追蹤影片喔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各位掰掰